白色的这圈线 我们将它做好 做好了之后 我们下面的建筑就已经做好 现在我们只需要做屋顶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来绘制我们的屋顶 在绘制屋顶的时候 我们要将屋顶平面进行打开 然后将我们的二层平面 和一层平面进行一个隐藏 首先我们在立面上来进行一下观察 在这里下面有一圈线条 然后屋顶是斜面的 我们再在平面上来看一下 它是由一个大屋顶和一个小屋顶组成的 这个小屋顶的位置是我们的阳台上面的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切换到我们的前视图 也就是我们的栏立面来进行一下观察 将北立面隐藏 现在我们来开始对屋顶进行绘制 我们能看到在屋顶的下面有一圈走线 这是一个漏水槽的位置 现在我们来开始勾勾一下它的一个剖面 我们可以将点往后移一下 有了剖面之后 我们再来勾一圈路径 这圈路径肯定是围着我们的墙体 开始走的 我们来画一圈我们的墙体的外边缘线 在这里我们可以不用画 直接将我们之前腰线的线进行剔取就可以了 我们将它复制一个出来 直接拷贝就行 然后将上面的 此位谱的主样的这个扫描 进行一个删除 删除之后 我们就直接用这根线来对它进行一个剖面的释取 使用自定义图形 释取一下我们的剖面 进来之后剖面的方向反了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 轴的一个镜下 现在已经好了 我们可以直接将它放下来 放到该有的位置上 这样这外面的一圈线也已经有了 有了这圈走线之后 我们来开始建我们的屋顶 线幅特加记 我们先将我们的几合体进行一个隐藏 我们来直接勾了我们的屋顶 我们分区域来进行勾 先勾这一块 再勾这个 在这里它有一个转角 我们现在再来勾一下 直接勾 我们将每一块分开来勾 勾好之后 我们将我们实体显示出来 谢弗他加记取消几合体的一个隐藏 我们将它放到我们的走线的最顶端 然后我们在用户视图里面选中 我们的点进入它的一个点的层级 先选中中间的点 我们在前视图里面来将它 拉到它对应的位置上 在这里 我们可以直接拉一下 拉好之后 我们再来看 这两个点 它应该是在 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将它拉上来就可以了 拉上来之后 它已经有了一定的斜度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给它一个 添加一个可编辑网格 Mesh 现在 我们的屋顶就已经建好了 建好之后 屋顶上还有一些缝 我们在这里可以进行一些调整 我们将它们孤立出来 进行一些点的调整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这个走线 调一下 调整好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地方 我们好像有点 没闭合 仔细地检查一下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这个地方 把它移过来 现在基本就已经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之后 在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镂空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阳台的楼板 或是再重新在这里再补一块 在顶示图里面 我们可以来补一块 我们将我们补好的 往上楼 挤出一个150的厚度 给它添加一个叫楼板 的材质就行 这样就基本可以了 我们的模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边还有一个烟囱 同样的 我们可以绘制一个剖面 我们先找一下点 移一下 我们把烟囱也做到200的厚度 我们将它先靠到最左边的 这样子 然后往右 移200 200好像太厚 再往左移100 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在顶示图上 看一下它有没有剖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它的剖面 它的一个平面 我们将平面 直接给它绘制一下 然后同样的用平面 就是我们所说的路径 来释取一下我们的剖面 选择它添加一个Swift的 扫描 使用我们的自定义图形 失去一下我们的剖面 对它的轴进行一个翻转 中心点进行一个调整 好像都不是太对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同样的我们给它添加一个 白色的 就可以了 我们看看CED是不是 CED也是布的清砖 那我们也给它布一下 现在我们的这一层 两层的别墅 就已经基本完成了 模型基本完成之后 我们要对模型来进行一个检查 我们可以对应它的立面 还有CED来对模型的一个结构上来进行检查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 我们的这个面 窗户 为外面走的这一圈线段 给封住了 在这里我们需要将线段进行 断开 将中间的这一块取消 首先我们先选中这个面 然后再选中这一圈走的线条 我的家Q将它们俩孤立出来 然后在这顶视图上来进行一个观察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 是这个窗户被外面的走线给挡住了 然后我们选中我们外面的走线 进入它线段的命令里 在它的线段的层级里对它进行一个加点 一个处理 在这里 开启 捕捉 对它进行一个加点 加好点之后 我们可以在用户视图里面来观察一下 在窗户的左右两边已经加好了点 加好了点之后 我们可以对中间的线段进行一个删除 然后将它退回到我们的扫描的这个命令里 现在窗户前面的这一圈走线 我们已经将它取消掉了 这样就正确了 正确之后 还有最后一个 我们要对屋顶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我们在CAD上来看一下 屋顶写的是青色 阴红瓦 在这里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打开我们的材质编辑器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它的材质编辑器 可以切换到3 乘2 它是以这样的比例 在这个命令里面 它已经没有多余的 或者说是空的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它切换到 我们比较小的双击 鼠标的右键 可以切换到6乘4 或是别的 一些格式 我们选中一个空的材质球 将它的名字 改一下 青色 瓦 青色 英红瓦 我们可以将它的颜色 进行一个 调整 是青色的 我们就跟它改一个 青色的颜色 要对屋顶 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现在这样 我们的建筑模型 已经基本完成了 那么我们的建筑模型